我没做好 所以爸爸妈妈才会不喜欢我 结果他说完以后呢 才七八岁的孩子在那里叹息 叹了一口气说 哎呀 现在社会就是没有这样的人了 七八岁的孩子叹息是个社会 后来呢 我小孩就跟我讲了 他说他的同学跟他讲 刘老师教他大顺的故事 他说呢 社会没这样的人 我就跟我儿子讲 我说你要鼓励你的同学 你做这样的人 从我们做起 不要去攀球 吸球别人是这样的人 后来我儿子就跟这个同学说了 这个同学听完以后说 我是要做这样的人了 刘老师天天在鼓励我们做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孩子对刘老师的 每一句话印象都非常深刻 刘老师有一天去上课 因为他的课太多了 每个班级都有他的课 在那里转每天 他说他有一天去上课 走错课时了 走到别的班级去了 结果才进去啊 才发现自己走错了 上另一个教室 全班同学在那里喊 刘老师就上我们这里 就给我们上课 他说他听了眼泪都流下来了 自己一封心才出来啊 事情再做了一点点啊 孩子已经那么感动了 孩子已经啊 对他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份尊敬心 后来他上自然课 他说他上自然 就教导孩子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引导孩子说 自然没有了 我们人也没有了 我们人类社会 人类绝对不可以做 大自然的癌细胞 当人类不断 把自己的那种欲望 扩展的时候 人就像地球的癌细胞一样 但是一个人的身上的癌细胞 不断扩展的时候 到最后啊 生命没有了 癌细胞还能不能存活啊 也不能存活了 所以当地球没有了 我们人也没法存活了 人跟大自然是一体的 今年深圳啊 发生过05年啊 深圳出现过一件事情 就是缺油 断油 断了很长时间 那个 这一个礼拜啊 整个城市 处在焦虑不安之中 深圳特区报 登了一篇文章 说是现在 这一个星期是 世界末日的预演 因为没有油啦 没有油呢 大家都不能上班啦 车都开不动 我们曾经有一次 要去接客人啦 路比较长 我去加油 排队排了两个小时 还规定 只能加多少 所以你看看 我们的油没有啦 只有一个星期 但实际上 这篇文章讲 世界末日的预演 那个是真实不虚的 我们的能源 真是越来越少啊 当我们现在觉得 我有几块钱 交得取水费 随便浪费水的时候 我们在干什么 这个地球啊 很有可能就会断水了 当我们这样 随意浪费水的时候 这个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啊 将是我们的眼泪 所以有一个朋友啊 从新加坡来 到一个亲戚家 他洗碗的时候呢 从碗都拿一个盘子装起来 把碗呢 在盘子里边过水 过碗水 他把盘子的水端过去 端到洗手间 倒到桶里边 然后把那个盘 盘又拿来呢 又过第二度水 结果他的亲戚讲了 他说 你不用那么节约 我们现在很有钱啊 不会交不起水费的 结果他的这位 新加坡亲戚说了 我不是怕你交不起水费啊 我是不敢浪费一滴水 对啊 所以我们能源都无尽地浪费啊 油没有了 且那个水没有了 再也更严重的是 我们留给下一代 什么样的空气 甚至我们留给下一代 什么样的人生观念 那都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当时呢 这位老师就跟孩子讲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这个人类啊 在不断地侵犯大直 有一个数据啊 说起来很可怕 在一百年前啊 每一年 每一百年 有一种物种消失 地球上有一种物质消失 在一百年前 在五十年前 每一年 有一百种物种消失 在五年前 每一年 五年前啊 每一年 有五百种物种消失 所以这个物种消失的数字 让我们很吃惊啊 速度越来越快 而这个统计数字 还是几年前的统计数字 现在可能已经不是了 所以人成了地球上啊 最大的一个癌细胞 那位老师就教导孩子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而我们现在天天在提环保 最大的环保是什么 最大的环保 是人的心灵的环保 当我们的心不善 当我们的心 对大自然 没有一份感恩之心 没有对一切万物 没有一个爱护之心的时候 哪来的环保啊 所以今天我们教孩子环保 告诉孩子 不要随地丢垃圾 结果呢 这个月是环保月 这个月是学雷锋月 这条街道是 这个学雷锋街道 有一个朋友说 他有一次出去 他那个朋友带着他 说他说他有点咳嗽 这个朋友就说 你可不要在这条街上吐痰啊 这条街啊是雷锋街 我让你转个弯 到隔壁那条街上去吐吧 没有心灵的环保啊 那个形式都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老子讲啊 不上邪 使命不争 不上邪 使命不争 我们不做一个表面的榜样 而去看那些 每一个人的动物 行为背后的存心 从根本上去启发学生 而不是做一个表面动作 你表面树立一个榜样啊 大家都流于形式了 你看看 对一个小朋友 小学生啊 刚上学 可能老师说 哎呀你的小辫子真漂亮 可能明天全班女同学 都输两个小辫子来了 所以学生树立榜样的时候 老师要抓根本啊 抓他发自内在的存心 是不是为别人 当小孩上学的时候 我们很多行为动作啊 都要去反省 比如说我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 发生过一件事 我印象就很深啊 有一天他回来跟我讲 他说妈妈 我们老师说 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啊 上不了学 老师叫我们捐款 我一听我说 很好啊 我们要有一份善心 去帮助别人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多少零用钱 要捐 因为呢 我给他一个星期 十块钱零用钱 买水喝 每天一块钱差不多 然后呢 他就把他 这一个礼拜的零用钱 倒出来了 数来数去啊 还有六块 六块七毛 还不知道七块六毛 就反正是有零钱的 他说 我还有这么多钱 我捐五块吧 我说好 后来他就再数 想想五块太少了 然后说六块吧 我说都行 最后想了想 说我总共就六块七毛钱 那我就全捐了吧 我说行 都很好 然后他就去捐了 他很高兴啊 因为我鼓励他 我说很好 他就捐了 都要是一块钱 就会不上